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天氣突然變得很好 那我就臨時想說用一下我新的Insta360 X1 X2 來試看看拍一支新的影片 而且之前其實當前TMX560的時候 那時候一直想要拍一個介紹 560的一些新的去改裝的影片 那這個片子其實拖了很久了 那今天終於找到一個機會 那趕快去找一個空地來錄一錄 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一些新的 跟改裝的一些分享 那主要這個影片 我很快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目前我560車上的一些改裝品 那還有一些已經訂貨 但一直沒有到 因為各位知道最近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很多我們改裝的品 其實都等了將近四五個月 甚至已經快半年了 那再來這支影片 其實我會比較著重於分享 跟一些改裝布品的一些 很快的讓各位有一些參考 大概有哪一些改裝的選擇 那我們就裝卡鉗吧 我目前車上是109804 還有巴風特的卡鉗散熱導風罩 那在前面大燈的下方 我會裝BCD造型的下巴導遊 那我還有這家霧燈 那還有一些BCD 或者是MOS的一些卡鉗鍵 那BCD這個 我有裝了一個Vizuma的下座 所以我覺得霧燈 從上方往下的角度會比較好 這樣子 那帶手把的部分的話 我也是 我有用巴風特的這個Ti的橫桿 那這個也蠻方便的 因為我們可以比較 快速去架一些手機桌 或等等其他一些東西 油箱蓋跟控率上蓋部分 是使用巴風特的Carbon風槽 我的腳踏的話 也有換成類似原廠精品套件的東西 那其他其實很多地方 我能夠換Carbon的基本上都換了 那在後面的車輪部分的話 上方有一個後突出的部分 這個其實原廠是沒有的 所以我是蠻建議車友去裝 要不然其實下方會容易長 那排氣管的部分的話 改的是鞋子管 整20年是有觸媒的鞋子管 所以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個粗出的 那個是觸媒的部分 好啦不知道這樣子很快的去介紹車上 目前車上我有裝的一些改裝品 會不會有點太快的速度 不過接下來的話會比較針對一些大象的部分 然後給各位一些資訊去參考 因為畢竟我在做改裝的時候 已經有做過一些功課 研究哪些牌子 有一些優劣啊或者是價格啊等等的考量點 其實已經 然後我們很多車友其實都有討論過了 所以才想說濃縮在這個影片 可以讓接下來或者是你即將成為560的車主 或者是你還在考量說要改什麼的車友 可以有一個很快的參考價值 那其實目前來說 其實我前大跟後幣的套件已經訂了將近一個月 那應該在1月中左右吧 他就會到我們到時候再來分享 這個避震器Olinx的前後的這個心得 那既然都談到避震器了 我們從避震器開始說起吧 其實目前可以看到 目前市面上有這幾種比較主流的改裝避震器的品牌 當然避震還分了前叉跟後避震嘛 那有分有氣瓶、沒氣瓶的 尤其是Teams車系的後面掛屏怎麼掛法 有沒有雙掛屏、單掛屏 還是TDX 那一支氣瓶不用掛屏的 或者是好不好調 或者是像鯊魚電控等等的 其實很多細項的東西需要去細部去討論 以及看跟針對你的需求、你的預算 去針對不同的選擇 那目前我列出來這幾樣的話 是各位車友都有裝過 那基本上用的心得都還不錯 OK 所以如果各位想知道比較細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在另外一個影片比較詳細的去說明 OK 那再來的話就卡結的部分 那在這個圖片可以看到我後面在水箱的上方 還有一個平衡感 這也是原廠景品的一個套件 其實是蠻有用的 它對於車身穩定來講的話 其實蠻有的 應該是這樣講好了 就是一般你在騎T-MAX的時候 會比較像是 一般蘇格達 但是你裝完橫桿的時候 騎起來感覺會比較像擋車 整個車架是被拉住的 看到這個巴風特卡風的這個導風罩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裝帥的啦 因為畢竟我們不像在賽道上面 有這麼去重力的抄架我們的卡錢的部分 所以卡錢跟Lightning要過熱的部分 我覺得可能是有 應該是這樣說 在道路上一定會有些許的幫助啦 但是我的用途是外觀大於它的效能 那在卡錢的部分的話 其實基本上 多數我們的車友裝的都是以Brainbow為考量 比較沒有去選擇其他的牌子 那原廠是雙子星的部分 那我們考量 在Brainbow的話 有我目前在螢幕上有列出來這幾個主流的型號 那我個人是選擇1098的 因為1098M4我會選擇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是34的大活塞 那在我另外一台 有看我影頻道就知道我另外的DoubleR上面 我原廠配的其實是32 它是比較特規的 那這個M4的話 它是3434的活塞 那我因為我個人體重也比較重 再加上我覺得車重的部分 所以我比較喜歡有大的手感 去讓我瞬間壓速度下來的卡錢 那其他有車友的話 其實會討論到手感的部分 所以他們會選擇 譬如說是32的啊 或是甚至更小活塞等等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比較建議各位 真的要自己去壓 那以3434的話 我目前車上這個M4的手感 有一些車友會認為中間會有一個 一段空的感覺 但是其實像我的RR跟我這台的卡錢 雖然同樣的規格 但是活塞尺寸不同 一個32一個34 那中間那個空的部分 我個人是蠻習慣的 而不會覺得說 好像有的車友會認為說 壓下去沒有 然後突然一個重煞的那種疾觸感 他們會覺得這個蠻不安心的 那前方的部分講完後 我們來講講後面 後面的話 我是因為個人蠻喜歡卡蓬的 所以基本上能夠換卡蓬的地方 都已經先改裝了 那皮帶另一條調整器的部分 其實物件定居居的 只是一樣卡在疫情的關係 也還沒到 那後面 皮帶覆蓋外盤的部分 我也是定居居的 也是還沒到 對 那在輪胎的部分的話 各位應該比較關心輪胎 輪胎的話 其實我個人的習慣 我的大車 兩台大車都是習慣用米其林的輪胎 那以TMAX來講的話 我用的是POWER30系列 那它比較 我車友是覺得說 它比較偏兼胎 那我可能騎比較習慣了 所以我覺得那就是米其林的感覺 那雖然說 DoubleR本來是配大閃輪胎 可是我覺得大閃在我們一般道路上使用 真的是有一點 浪費這個胎的性能 所以後來我還選擇說 像POWERCUP 或者是EVO 米其林的道路用的競賽胎 來做使用 畢竟耐磨性跟性能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取捨 那其實斷框的部分 我已經考了很久了 這可能是最後吧 最後最後我會再做一個 改裝斷框的部分 最後一個部分的話 就排氣管囉 那排氣管 其實我本來 是沒有打算要改排氣管 我用原廠排氣管用了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 其實以現在台灣的環境 騎車的狀況 我們的聲音啊 噪音啊等等這些東西 環保法規啊 非常的嚴苛 那當然啦 我覺得 我們騎車開心 當然也不要打擾到別人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偏向於 安靜行駛的 道路使用者 那 那所以我後來選擇這支鞋子管 它是正20年式TMAX560專用的 所以它的素眉 也比較大顆 那也比較符合環保的法規 那其實 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上鞋子的官網 可以聽到聲音 那我們實際使用起來 包含有的車友 其實有被警察攔下來 連警察都很驚訝說 他從來沒有聽過改裝管這麼小聲 那其實我們的改裝管 目前這支鞋子的改裝管 跟原廠的聲音其實是差不多的 甚至你可以說更小聲 OK 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那在於鞋子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是碳鞋 它是當孔之處的碳鞋 它聲音更為低一層 那當然啦 聽起來 騎重機會覺得比較好聽 不過以噪音的部分的話 當然就會再些許大了一點 那我們還有 其他車友是裝像OVER管 OVER管 OVER的聲音的話 其實我們就 這不用多說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 OVER的聲音就是會比較 近機一點 比較熱血一點 對 那所以其實目前以車友來講的話 我們SC管也有車友裝 那所以我目前列出來的幾個品牌 是560目前車友 比較多人有裝的改裝品牌 那多數還是以鞋子為主 那我目前車上這支正20年的碳鞋管 呃 碳管是 碳管是 因為價錢應該算是比較偏高的 所以多數的有些車友 另外的選擇是用 舊款的 其實外型長的非常類似 那以舊款的 然後去做一個改裝的使用 好 那影片到這邊 呃 基本上 我知道我介紹的蠻快的 那很多細部的細節部分 沒辦法好好去做一些仔細的分享 那當然如果你是車友的話 或者是你即將想要成為車友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問題是 比較高頻率出現 那可能針對於某個改裝的項目的話 那我可能會在另外拍一集 特別來講說 呃 譬如說 以拍機管來講 到底我進口的還是國內的 有多少種選擇 那他們的聲音大概多大等等 那些比較細部的一些分享 OK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有任何關於560的部分 可以在這個影片的下方留言 那我都會 盡力的去幫你們恢復 盡力的去幫你們恢復 那在影片的最後 我就列出一份清單 在影片上方去 比較詳細的去列出 我目前車上的一些改裝的 項目跟套件 那如果你對我目前改裝的物品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來詢問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